早上好呀 今年过年我要上节目 家里的亲戚相约一起过年 不想爸妈音乐我爽约 所以今年只能又一个人了 但是该有的仪式感也不能少 说句实话 巨蟹座还是很怕孤独的 但是随着慢慢长大 也知道独处其实是常态 给我的手机买了新衣服 给自己买了个表 订了个新年发财蛋糕 爸妈年纪都大了 不能让他们一直围着我转 上班前我先把今晚的宵夜准备好 直播前呢先吃点饺子 垫一垫回家再好好吃火锅 给一起值班的同事准备了礼物 免洗洗手液和护手霜 男生女生都可以用 去上班啦 你怎么还不认识我呀 最后一天的电视台空荡荡的 走廊也是空荡荡的 杭州过年哪里最有烟火气 带你逛逛老弄堂 化妆室还没来 我可以先吃个饺子 特别感谢化妆师年复一年的陪伴 化好了 美美的去上节目 今天是农历二十九 许多人呢还在返乡的路上 下播了 新年开着 明年见 我下节目啦 回家吃火锅去 农历二零二最后一天的电视台 大红灯笼 也谢谢每天接我上下班的网约车师傅们 今天大家都太不容易了 明年电视人都要加油 父母就是这样 不管你多大 你都是他们手心里的宝 祝大家新年快乐 感谢观看